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朱虹彼丘出家了 他在寺庙早課了 念诵佛号 诵经的声音中精进 他也是跟随大众合掌了 但是他就是一边惊醒 一边禅修 一边他的思绪 就飞回他33年前的杭州城 他结婚的地方 你说这个业力在牵引 令人悠然神往 33年已经出家为生了 不自觉念想就飞回去了 他想到当年17岁 考证秀才 功名利禄 他也不是很感兴趣 不想做官 不想赚钱 特别放不下 就是对家人的亲情 对双亲的亲情 在座各位都有相同类似的境遇 很多人你其实是挺有善根 来学佛修行的 你也可以上求解脱道 甚至你可以出家 入空门 全心全意的修行 这是什么呢 成缘未了 特别对双亲 对家人看不开放不下 对不对 我提醒各位 对双亲家人看不开放不下 你不要光只有看不开放不下 那是有工作内涵的 对爸爸放不下 你要成全爸爸 学佛修行 对妈妈放不下 你要度化妈妈 了脱生死 那你留在俗家才有意义 我看很多人 他既没有出家的勇气 也没有利益 家亲眷属的事实 那聊天一聊下去 对这个父母 家人看不开放不下 让我非常牵挂 你每天在家里当大老爷 你就看得开放得下了 是不是 所以你要用佛法 救度他们 利益他们 你没办法 所以同修 看不开放不下 他是有内涵 有次第的 那这个诸弘比丘呢 特别是等他双亲都往生以后 他立刻向他的妻子 汤氏 古代就是称女众 就不称名字了 对不对 汤氏 他马上提出 要出家 这太太很贤惠 没有一点阻止 反而非常洒脱 说相公先请 我随后就到了 随喜他出家 护持他出家了 那这么做呢 一个这么贤德的太太 让先生特别不安 特别难以割舍 你说这个太太恰伯伯给不讲理 每天在家里 吃饱睡 睡饱吃 打电动 看电视 那你就说 太太我要出家 出什么家 你出家谁养我 这个月的生活费呢 那还增加一点出离心 对不对 这个太太这么好 真的很难走 亏欠不安 就在想 这个太太 我真的是 对不起他 啪一下子 那个香板就打在他的背上 就是瞪着他 朱虹一大早发什么愣 就是看出来 朱虹比丘合掌低头 表示忏悔 找客以后 他出家的寺庙叫昭县寺 昭县寺的这个吴臣律师 专门在教戒律的律师 就把朱虹比丘带到方丈寺 那吴臣律师呢 等这个朱虹比丘顶礼以后 这方丈就跟他开示 他说你来这里学界 也快一年了 才快一年了 他到赵县寺才不到一年了 他对这个父母带着亏欠 对他的爱妻 带着这种难以割舍的情怀 就是魔障 所以这个同修 金珠寺庙同修常常想 今天做客 他都没有想以前的事情 在修法的时候 以前的事情一幕一幕就出现了 有的是他今生发生的事 有的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不认识的人 不认识的事情 一幕一幕就出现了 你难免都会有 那我都怎么跟你讲 就是该对质偿还 你就努力对质偿还 不知道的你就生忏悔 就是平常心对待 就好意识一样的 精进如席 所以这个方丈就跟他讲 说你的心事 我也略知一二 就鼓励他 据我观察 你将来一定会有一番作为 有万万千千的众生在等着你 不要小看你自己 有万万千千众生在等他去度化 你不要小看自己 这句话 方丈跟祝宏比丘讲 其实也好像跟所有人一讲一样 同修你不要小看你自己 对不对 很多同修你其实 你是自我放弃的 你虽然来道场 虽然看起来还号称守着戒律 也有做功课 随喜行善 可是我们明眼人一观察看你都知道 你自我放弃了 你那心已经没有上求佛道 立志求解脱 或者发菩提心要救度众生的心 你是自我放弃的 诸宏比丘有没有这个情形 当然也有 方丈就告诉他 你不要小看你自己 万万千千众生等你度化 同修你有没有你的万千众生等你度化 那也是有 你看你度生累劫以来 劫的这些缘 那怕只是过眼之人 你走在路上从你这个眼睛这样过去的人 那有多少 那就没有办法算了 那都有缘 那这些人他的佛缘没有你身 你的佛缘起得早 你有修行 这些人既然跟你结缘 你就应该发菩提心 以佛法利益救度 还有不要谈这些过眼之人 真的跟你有互动的人 结情缘的人 跟你有金钱往来的人 做你的亲戚朋友的人 帮助过你的人 跟你有仇恨的人 等等这些人 那何止万千呢 是不是 你看你这一生 吃的这些生灵 四只饺的 两只饺的 没有饺的 有人说没有饺的 鱼就没有饺 是不是 那个河流的鰻鱼也没有饺 你看你吃多少 所以每个人都有他的责任 都有他的法源 方丈有跟他讲 你跟俗家的姻缘未了 你有空回家一趟吧 那这个方丈为什么 就会看得出来了 你输家姻缘未了 有空你就回家一趟吧 这个出家心不安定 心不死 对不对 你不要敢念我的太太 我想我太太的恩情 我想我父母的恩情 你知道了 懂得你报效 懂得去报效转为道用 变成你的这个增上缘 那好啊 如果常常想到 我感念啊 我亏欠啊 常常想 魔障 你出不了家了 对不对 所以这方丈知道了吗 那你回去一趟 解决一下 所以诸彭比丘 他听完这番开示 满框的眼泪 完全不听使唤的 决体而出 说徒儿向师父告假了 这个眼泪很复杂 对不对 也带着对师父的感念 师父真的是修行人 知道我们修行人的苦 世间的五欲流程 不容易看破放下 各种的道理 好像遇到了知音一般 非常的感恩 眼泪决体而出 那这个诸彭比丘三顶礼以后 回到疗坊 立刻写一封信 给他俗家 唯一的亲人 他的妻子 汤氏 下个月呢 要回家 告祭祖坟 当然要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很多出家人 他学得佛法以后 他会在僧团请假 告假以后 返还俗家怎么样 真的去告祭祖坟 以他所修的佛法 超度出现 诵经持咒 超见先王出现 真的就是会去报恩的 所以诸彭比丘一直等 这天终于来到 拜别了律师 悲起一波 昂首阔步下山去了 心里说不出的快意 心里好高兴 但是马上提起正念 告诉自己 我回家不是为了爱恋妻子 我是要用佛法来度化她 马上要自我安慰一下 如果你是诸彭比丘 告假反向 想到这么贤德的爱妻 你高不高兴 真想马上看到她 但是马上想 我是出家人 我要戒律 所以你要欺骗自己的心 我是要来度她的 我不是要来跟她谈感情的 所以这个汤氏非常的聪慧 她接到诸彭比丘写了家书 她一看对她这个前夫 这已经是前夫了 对不对 很了解 了解什么呢 这个信 所以回来扫目记住 那都是幌子了 回来还不就是那一点儿女情长 难歌难舍 是不是 她就想了 曾经作为人家的妻子 妻子有妻子的德行 我要护持 我过去的夫君 现在的法师 为了让她能安心修行的决定 想一个方法 在自己家门口空地 挖一个大的坑 里面放着火炉 用稻草盖着 好像陷阱一样 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 朱虹回到杭州 你看这个真的是见一面很困难 所以朱虹回到杭州 她身体背着衣钵 手上拿着墓葬 一步一步走进家门 她这时候的心跳 比早课的墓语还快 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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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織著冬天的衣服 她正想喊她愛妻的小名的時候 噗噗就掉下去 太太算得也很準 差不多要喊那個時候 那個洞就要挖在那裡 為什麼?你那喊出來有的時候還得了 喊出來心都融化了 掉下去 變下去這個爐中的火 火炭早就都電著了 燒了她的生跑 你就大喊 怎麼有坑呢?怎麼有火呢? 怎麼變成火宅了呢? 太太湯士拿起預備好的水桶 從她頭上倒下去 把她的火澆洗了 大聲譴責她 她說你知道是火宅 為什麼還要回來? 你如果沒有大聲譴責她 等一下是什麼樣的互動 什麼樣的畫面呢? 那很難講 對不對? 臉要先板起來 對不對? 人非草木 孰能無情 她太太看到她這麼久 回來 那她也會動心的 所以先一桶水給她澆下去 大聲賀斥她 這個諸宏比丘呢 想要開口解釋的話 哽在喉嚨 因為她太太問得很好啊 你知道是火宅 為什麼還要回來? 有修行的人都已經有見地了 對不對? 對人世間的適情適盡 都有一個了解 你返回俗家 俗家的五欲生活 你一回去 那就是火宅 你就出不來了 你就要輪回了 你穿著便服 穿著身服 道理差不多了 穿著身服 我不是有一點警惕 告訴自己 我是有戒律的 所以一般人返回俗家 那場無欲生活 你看她門都不讓她進 進了那個庭院的 那個圍牆的大門 就又是水又是火 先是火工 再來水工 然後再言語呵斥 她說呢 我是一介女流 都能捨棄世間恩愛 成就你出家修行 那你是堂堂的大丈夫 竟然沒有辦法斬斷情思 安心修行 你太讓人失望了 直接給她講出來 說我一個女的 在古代這種社會 封建社會 丈夫把她放在俗家 自己出家了 大家指指點點的 女人有問題 很難做人的 所以她就說 我都能成全你 吃這種苦 你竟然情思斬不斷 你看這個夫妻之情 建立在這個層面上 她對她的丈夫完全了解 不用講話 看到那封信就明白 完全知道我要怎麼 護持我丈夫 對不對 童兄你現在夫妻相處 你們有這種智慧嗎 你有這種情意嗎 很少 現在男女結合 現在男女結合 很少是情意結合 欲望結合 利益結合 你如果是欲望 你看到圓道 你看到水 你看到好爺 你看到老主菜 會賜家 有利益的 有用途 看到水 看到圓道 不然就是有生理 生理或者是情感上的欲求 所以都是欲望結合的 利益結合的 現在人大部分都這樣 那怎麼不離婚呢 為什麼沒有情意啊 沒有智慧 那這個先生如果生病 或者錢賺少一點 身體差一點 太太臉就變了 就開始想別人了 太太老了 發胖了 身材走樣了 那先生開始想別人了 沒有情意了 所以很多同學他來問 我先生外遇 我太太外遇了 有沒有修什麼法 讓他回心轉意 你修什麼法 修情意法 就問你 你平常之間 你們夫妻相處 是否有恩義深重 彼此有恩 都成全對方 照顧對方 尊重對方 真心實意的 如果有 那你的配偶一時糊塗 你用情意 或許可以挽回 他會念急 情分會醒過來 如果沒有 你們是利益結合 你們是欲望結合的 那就再見了 那沒有了 什麼法都沒有用 修忍辱法 修看破放下法 修出家法 清修法 對不對 所以說 你說夫妻要結合 情意結合 多重要 現在同修 你在交男朋友 女朋友 在找結婚對象 以結婚為前提 做交往很多 對不對 你要有情有意 不然 不然你後面不可收拾 因為人生有太多的無常 你找的對象要風風雨雨 跟你共度一生 要幫你過很多難關 甚至還要照顧你的 你沒有情意辦不到 但是這情意後面呢 還要由素氏所結的善緣 所以真是難搞 這幾率真不高 因為有情有意 過去生還要善緣 過去生如果是惡緣 那就是再有情意 因緣已經到了 還是泡湯 對不對 所以 同修你要謹慎婚姻 謹慎感情 她的太太 湯氏氣急敗壞地講 罵著她 這個諸王比丘 一年多的思念 化成兩行淚水 非常的慚愧 她從坑洞爬起來 抖落一身的灰塵 轉身要走 太丟臉了 對不對 堂堂男子和大丈夫 在那裡兒女情場頂著 頂著光頭 戒拔就回來了 你看看 你想幹什麼 問問自己的心 你看她這個 她太太湯氏這樣 太慚愧了 轉身就要走 什麼都不敢講 當然同修想 臉皮厚一點 還會繼續 第二波的攻勢 看看能不能進屋裡 吃頓飯再走 我跟你講這吃下去 有一頓 如果是吃中飯 就想說晚飯也吃一次 晚飯吃一次就想吃早飯 對不對 早飯吃了又想吃年夜飯 那乾脆就住在那裡好了 這家門都不讓她進 她是轉過身 哽咽地跟她講 你要記著 走了就不要回來 喜歡回頭的人 永遠都走不遠 你走了就不要再想了 要回來 這就是我們常常講什麼 你要死心 你走又回頭 走又回頭 你走不遠了 搞不好躲在外面 躲在巷口 是不是 對不對 她說你如果真心愛護我的話 好好修行 成就道業 再來度我脫離生死苦海 高度的理智 跟她的前夫講 跟諸皇比丘講 這個諸皇比丘頭都不敢回 一身灰色的森袍 漸醒漸遠 消失在暮色當中 頭都不敢回 同學你如果真的愛你的家人 你要想到以後 你這個愛不是一時的 或者是一生的 你如果要永遠愛護他 你要成就他的道業 這個當時矗立在風中 淚水泉湧般奔瀉 從此諸皇比丘 再也沒有踏進過他俗家一步 所以方丈有智慧 你有一些魔障 魔障 家裡有一件事情 蘇緣未了回去解決 是讓他回去解決 不讓他 不是讓他回去探親的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諸皇比丘 成就了廉恥大事 就是他 廉宗八祖 成佛做祖 他的夫人 湯士 建孝一安 出家為你 他在諸皇比丘 要圓吉前一年 自己就先圓吉了 這是佛們一段佳話 也就是說 這一對小夫妻 他們的愛情轉成大愛 成就彼此 成就了萬千有情眾生